有一个妇女给全家人每天要煎饼吃 她总是多煎一个饼放在窗台外边 留给饥饿的路人来拿 有一天一个驼背老乞丐来了 但是她每天都来取走薄饼 在离开的时候 这个老乞丐总是自言自语的嘴巴里说一句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 所作之善回到身边 这样日复一日 夫人对老乞丐越来越厌恶 因为薄饼全被她拿走了 而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恩的话 于是这个夫人有一天在薄饼里面下了毒 就在准备把薄饼放在窗台上的时候 她犹豫了 最后将有毒的薄饼投到火里去烧掉 重新做了一张 放到了窗台上 这个老乞丐还是跟过去一样 把薄饼拿走了 嘴巴里嘟嘟的那句口头禅 那天晚上 这位妇女的外地的儿子回家了 儿子告诉这位夫人说 妈妈 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我饿得昏倒在地 幸好有一个驼背老人路过 他好心地给了我一张薄饼 听了儿子的话 这个妇人脸色苍白 他现在明白了那句话的含义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 所作之善回到你的身边 我饿得昂 那儿 我饿得昂 感谢观看